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茶香工業設計系林選主任 茶香工業設計系的特色課程有 產品設計、UI、UX以及展示設計 在文創的課程方面有 金工、陶藝、玻璃、木竹工藝 讓同學在不同的材質上都可以有更多的整合跟發揮 這是我們基本設計的作業 就是在一開始大家還沒認識之前 我們有做一張拼貼的海報 來代表我們自己 然後擷取元素 然後把它從2D轉換成3D 然後最終有一個3D的作品 我們中間也有做這個模型工展 就是設計代表我們自己的公仔 用油土做出來 然後把它灌溪膠膜 最後再把它脫模 然後換保力膠 然後上色 這個在做什麼 我們做了有3個系列的主題課程 第一個是從那個名畫中去找線性材料 然後去做出一個線立體 然後第二個是從插畫家的圖畫中 做一系列的草擬 然後跟這個完成品 然後這個就是我找的一個插畫家的作品 然後這個是我的最後完成品 是羊毛專做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以折紙的方式做 穿戴絲立體 然後我就做了帽子跟口罩 然後他們都是可以去做佩戴的 就像這樣 所以我做的這些都是比較實用類的 這次我產品設計的作業 在產品設計初期呢 我們會使用觀察法 去發掘在一個場域裡面 眾多商品的可情性 那接下來我們會使用 理科特亮表 去定義出這個商品在市場上 會不會有它的可情性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使用了 Persona人物質 去發掘出你最標準的潛在客戶 那這是我壓克力設計比賽的商品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去融合 壓克力的高透光性 所以在眾多的提案裡面呢 我們選擇了魚缸跟植物架去做融合 在產品設計裡面呢 我們也會希望可以去發掘其他領域的特點 然後加以融合 像這個的曲線造型呢 本身是使用了 杖拉哈迪在長沙美琪湖的 國際文化藝術中心 那去搭配出它的複合曲線 去發展出一個具有軌道概念的魚缸 那在產品設計的時候呢 這一開始我們會先使用 個人研究報告去觀察其他的品牌 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會使用333法則 從一個商品的三公尺 到30公分再到3公分 做一個形色質材紋的分析 這是我的商品 那我們整體是希望可以做出一個 未來感的設計 整體是使用一個立方體 做個列開始分列飄移的一個設計 整體再去做出一個流線的曲線造型 這堂課的話是產品設計課 然後是主要是以三年級去修的 那我們這組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單手輪式設計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設計出一款是可以放置在桌上 然後可以兩用的 它第一個功能是 這個是它的隨身書的部分 它後面有一個插孔是可以去做插電 然後充電 這個的話是它的烘法的部分 它只要開關這裡之後 風就可以關進去 那就可以把捲好頭髮放進去 那就會完成烘法的動作 這堂課我們前面有做了很多像是 體驗單手人士一天的生活 然後再去從中發現它的一些問題點 那這邊是我們的第二個就是合組作業 我們大家都是以為兒童滑步車去做 重新的設計跟改良 那前面的話我們有帶到很多像是 先做一些市場調查 先調查市面上的滑步車有哪些優點跟它的缺點 那統整之後每一組都做了不同的發想 那整個產品設計課程中呢 會有不同的老師就會有不同的教程 那例如像是有些老師是以實務測試 然後有的是以地方創生導入USR計畫 然後還有一些是以兒童用品 還有公共藝術等不同的內容去做課程教程 我們有個選修課程精工的設計 那我們金屬工藝設計呢 我們這學期第一個作品呢 是有關於朝陽的植物質 跟主緣去想啊春夏秋冬 然後呢去尋找朝陽不同的植物 那我就是使用秋天的洋子晶盛開的花朵 去呈現我的俘庸花瓶 那我使用這個暖燈是想要打造秋天的意象 朝陽部分呢就是用這邊的翅膀去做它的呈現 那這是朝陽的激洋霧黑赤苑的部分 那我們是利用黃銅跟紅銅去做 然後呢去做一些斷鞘還有線性切割 第二個作品呢是要結合液材質 然後加上卯丁的技法部分 那它的第二個主題叫做朝陽的活動制 那朝陽活動制我就想到我們的學校 有一顆盛開很大的生命之樹 那我就是想要他們學生在禮堂前面的生命之樹 攀爬的模樣打造燈座的白石 我們第三個作業呢是自由發揮 所以我就做了兩個系列 第一個系列呢是用紅銅跟珍珠去做的 那我這個系列呢戒指呢它是可以自由調整它的戒尾 那都是用珍珠去打造珍珠的系列 還有這樣子的圓圓的意象像是少女的情懷 這個是木竹工藝課程 然後我們整個課程的主軸會是在白石集 就是期末的一個成果 然後中間的產品那些的話也會由木頭跟竹製品作為發展 我們都是以森林動物去做發想 所以我們就來做森林動物小精靈的小公仔 然後我們會設計搭配不同的耳朵以及表情 去搭配出它是不同的動物 它坐在我們的左邊 它的手腳會自然的褲子放著 然後就很可愛 對就是可以聊路大家 那首先是這一隻鹿 我在做的時候就是希望可以保留它那種原木的感覺 也可以結合動物的造型 所以就做出了這一隻鹿 那這隻鹿的話其實它是可以拆解的 像這樣 所以我在這個鹿角上面呢 凹槽的地方會做比較深 那它上面也可以掛一些吊石 或者是如果女性有一些手勢而還什麼的 就是有功能性的動物在 那我們就進去 動物跟集合下去做發想 然後我們都是以雷切的方式下去做設計 從一開始的產品發展到最後的市集擺攤 都讓我受了一兩多 因為我是第一次擺攤 然後沒有任何這樣的經驗 對我來說的場餐還是還蠻開心的 大家好我們這也是長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了 那我們這個系呢創立的時間非常的長 那我們累積了大概已經有25屆的學生 這歷年來呢 我們參與過許多的國際大賽 然後我們按紅點IF 讓我們得到很好的技巧 所以我們在這邊希望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長陽科技的設計呢 處理很好的永遠的工廠 有陶藝有金工有玻璃 還有我們的虛擬石金的工作室 在這邊可以保持軍事室 我們看上去了 旁邊我們 beim公開 入盤等好我們 又從選擇到最後一開始 我們會就可以了 我们有静态的这个页面设计 也有动态的互动设计的部分 用课程来搭配让同学直接能够进入那个社区里面 去关心社区去利用他们社区的议题 然后做出一些新的创新的产品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费这些 朝陽公社是走在蠻前面的 就是我們有這樣子的設備 然後讓同學去玩一些東西 這樣子 然後因為每位老師其實他都有他自己的鑽場 那所以每個老師他其實都可以從他的身上挖到一些東西 那就等著你們來 來跟我們就是做一些交流囉 然後 про回避尋規定